终于开始出来了 一个月也没出来 我的妈呀 太难得 我都不知道去哪 突然一出来不知道去哪了 拿着出门条 只给我俩小时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区 是什么呀情况 听说曲江产霸 这已经完全放开了 就只要绿码就行 但是我们背脸还不行 你看 还拿着条子 而且只能出来俩小时 珍惜这俩小时吧 坐 别个宁的 哎呀 胡拉汤 沙锅 胡拉汤 面馆 这店都没开 就想吃个饭 理发店都是开了 李老四 腊牛肉 这看着开着呢 没得很 弄个这 腊牛肉甲磨胡拉汤 哎呀 太想这一口了 这能带走啊 不能堂食 这可以带走啊 来个大碗的 腊子多 胡拉汤 再来个腊牛甲磨 大碗 丸子多啊 嗯 就像这一口 这糖膜吃了 啊 一个月了 这家店是我中学时代的店 中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在这还吃过早餐 一个月没吃这一口了 回几天呀 没得很 这一口想了一个月了 种鱼子吃上来 还是正常的生活好呀 赶紧来一口 哎呀 口水都挡不住了 嗯 肉丸胡拉汤 配腊牛甲磨 哎 现在最想吃做这一口 我说你们 结婚就出一堆子吃啥了 其实我刚打乱吃完面了 结果对见了个这 没想到这家开着 这家店是我出工时候 经常吃的一家就在没学在这 哎 你老了 我摸在这一样 虽然说这冬有点凉了 但这会能吃上这一口就哎 别想啥了 别的 嗯 肥肃想见 让他多弄点肥子 嗯 嗯 这俩简直是绝配 当个仙人其实挺幸福的 仙人的小吃多 就是你在家里边 呃隔离的时候 每天脑子都转的是各种 鲜的经典的小吃 中家磨胡辣汤 油不喝面 羊肉不好磨水盘羊肉哎呀 每天把你想的快想疯了 我分析的美食不多 看谁 这个疫情把所有人都 搞成美食大师的 天天来家自己做饭 以前一个月在家做不了一回饭 现在是每天做一堆饭 我说买的排骨 买的鸡翅 下午吃鸡翅 明天做排骨汤 真成了 就成了 出师了 和这儿白鸣 们 咱们 CRACIO